歡迎來到加冠History 除了白目樂團 你還叫得出哪些暴女團呢 台灣最早可視為暴女的樂團是誰呢 這些樂團又有哪些代表作呢 這一集就來介紹台灣的女力龐克 80年代中期 地理位置相對封閉的 美國太平洋西北區最大的城市西亞獨 不只有星巴克 更逐漸的發展出屬於自己特色的龐克 後來他被稱為Grunge 另一方面不得不提 晚幾年才發生受到Grunge影響 充滿著女性主義色彩的暴女運動 這一群暴女呢 朝著粗獷的吉他破音 有別於主流大排藝人 可能像瑪莉亞凱莉的天籟人生 企圖翻轉搖滾樂專屬男性的形象 打破媒體大眾對於女性的認知 現場演出同樣具有顛覆性 第一波暴女代表樂團如Begini Kill 主唱Kathleen Hanna 不僅將理念帶入歌曲也帶入表演 他可能會突然裸露下體 或在自己身上寫大腹 製造激進的訴求 此外啊他們會在舞台前方搖滾區 設一個頸限女性的專區 飄蟲樂團傳奇 回顧台灣的樂團 或許如暴女那般有激烈的性別 或政治訴求的不多見 但還是有受到暴女運動 直接或間接影響 以女性主導的龐克樂團出現 最早呢可回溯至飄蟲樂團 可能很多聽端仔沒有聽過飄蟲 他們的前身叫做Puker Puker解散了以後 成員小芬與小寶 找了從另外一組女子樂團 費五金離開的吉他手婉婷 以及鼓手阿力加入 於是呢 1995年的7月12日 飄蟲樂團正式成軍 說到飄蟲的傳奇處 並不只是女子龐克樂團先驅 早在閃鈴、落日飛車、大象體操之前 飄蟲阿就曾誤打誤撞的進了國際市場 算台灣第一支正式在美國巡演的獨立樂團 1998年第二度赴美演出的飄蟲 行前還在FIVE舉行記者會 此趟阿分別在18座城市長了20場 包含跟美國另類搖滾大團 YOLA Tango同台 以及在CMZ音樂節與傳奇場館CBGP演出 在國外的暴女樂團中 飄蟲曾在受訪的時候 提到他們很喜歡的BREADERS 不過飄蟲早期的龐克風格 有人認為充滿爆發力 獨樹異格 但也有人認為養位太重 不夠精緻 曾經引發兩級的評價 當然啦 比起外界的評價 飄蟲成員更重視的是表現自我 進入了2000年 樂團時代來臨了 小青青蜂巢也跟著出現 但有別與大多數拿著木吉他 彈唱都會民謠的女性創作人 隨著流行龐克浪潮攻入英美排行榜 不論男生 女生 大學生 高中生 都開始組團玩起了龐克樂 2003年的海洋音樂季 就曾經出現一支女子的龐克樂團 Hot Pink 受到Bikini Kill等爆女樂團的影響 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主上Shaki 找了他的表妹 以及網路認識的朋友 組成了Hot Pink 為了一句 如果你們上了海洋音樂季決賽前十團 我一定會去站第一排 他們賭氣錄了Demo寄出去 沒想到還真的進到副賽 主辦單位甚至為他們 爭而入選十一團 這一段故事呢 可以參考導演成龍男的紀錄片 海洋熱 除了Hot Pink 同樣受了暴女樂團的影響 並且在海洋音樂季大放異彩的 還有白木樂隊 從2004年成軍以來 既鮮明的舞台魅力崛起 出沒於各大音樂季以及Live House 某個時期呢 甚至還加入了天翼音樂 成為陳啟貞的師弟妹 因此啊 在台灣說起龐克暴女 人們可能第一個直覺 會聯想到的 就是演出風格強烈的 白木樂團主唱高小高 高小高說 你先聽音樂沒辦法聽男生的聲音 相較於Nirvana 他會比較喜歡的Hot 形容自己有女童兒 這些有女生的音樂 他們才讓我有性的感覺 有性的能量在 他說啊 並不是台灣每個玩樂團的女生 都有女性主義的意識在 但也不能用沒有女性主義去區分 應該是用女性創作者 做這些音樂的經驗看待 大概2010年前後的三四年 這一波女子龐克 龐克電子樂團的潮流達到了巔峰 假如晴跑當時的Live House 例如地下社會 可能還會看到BB蛋啊 Gothic啊 閃閃閃閃啊 Space Cake 兔子很有錢 或是No Money No Honey 無論後來是解散 重組 有沒有月上主流 這一群龐克酷妹啊 彼此之間相互扶持 相互競爭 如今夢一如來 或被形容有90年代 地下樂團位的純明回家了 可能會讓人想起 當年的這些女子龐克樂團 聊到推薦的專輯呢 首先就來介紹 飄蟲的迷你專輯 讓太空人跳舞 這一張1998年發行的作品 能聽見吉他手碗 並充滿創意的迷幻吉他美學 Giola Tango 及Sony Youth對他們的影響 有趣的是啊 歌曲名稱據說都跟毒品有關 像倒過來念就是 馬飛的廣國的國王的杯馬 很有後搖滾的味道 因此這張專輯甚至被視為 台灣後搖滾的爛傷 如今CD的二手價格不顏雅 不過他們十分佛心的 將完整的專輯 上傳至官方的YouTube上面 好那接下來要介紹的作品 放心都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找到 第二張介紹閃閃閃閃的 MeMe When You Are 25 這是他們於2009年發行的 首張專輯 結合日系風情的電器搖滾元素 收錄代表作《四月霧雨》 與《一瞬之光》 當時的主唱阿鵬 也在錄完這張專輯之後就離團了 再來可能最能代表00年代龐克女團協同 遠赴北京錄音 紐約後期製作 白目樂隊的首張正式專輯 Kiss Your Eyes 性感強烈的視覺風格 頹背中帶點病態感 尚未退變成龐克妖姬的主唱高小高 用毫不遮掩的憤怒唱出 Kiss Your Eyes Parko Pongstar等早期的代表作 除了白目高小高 另一位代表人物安佐雅 在肚子很有錢解散之後 與貝斯手阿鵬定組的肌膚 這一張加入黑市音樂後的首張同名專輯 可以聽見狂放的Focal表現 以及強烈的貝斯聲線 出色提升就讓他們入圍了 金曲獎最佳樂團 以及獲得了菁英獎多項的獎項 第五張來介紹 在Space Cake發完EP 《我的心中沒有愛》之後 出唱黃雨晴隔年令組成 強迫女孩的首張專輯 MOTHERFUCKER 如今聽起來還是很有意思 不會給你覺得龐克編曲就是很直接 很直線很可以預料 黃雨晴可以用走調的歌聲 高唱著 這座城市沒有龐克 之後他就離開台灣 可以像柏林樹 第六張是Gothic的We and Home 他們在發行完首張專輯之後 正在海內外音樂劑累積能量 第二張專輯更遠赴了德國製作 在他們的偶像電子龐克 叫我們Peaches的操刀之下 邀來了柏林知名電子製作人 喜與什麼合作 搖滾的元素越來越少 整體品質大幅提升 最後一張是BB蛋曾經16年後 才發行的BB蛋首張同名專輯 但如同專輯收錄的歌曲龐克女孩 三件式的搖滾配器 直球對決 歌頌的Punk Rock Girl 等就是硬派作風 那些年的龐克女孩如今在哪 條從第二度不美回來之後 還原各自喜歡的風格越來越不一樣 吉他手碗屏後來離開立足西盤街 Borrow 主唱 小芬 以及備手小寶並組了床上暴動 距今10年前也是2012年 Legacy的傳奇企劃台灣搖滾祭祀 才邀請朴崇來做即使一場的告別演出 雖然未來可能看不到朴崇重組 不過主唱小芬呢 近年踏入了漫畫的領域 以神經病阿姨為筆名 如同音樂一樣十分有個人的特色 陸續發行了朴崇搖滾漫遊 才怪能作命 並在Mengasic 辦展 話說今年似乎步月兒童龐克女台都有了新工作 高小高升華成龐克妖女 宣布從白目樂隊單飛 釋出了個人的單曲我心龐克 並且從創立的廠牌Soft Pussy 黃雨晴回台發行帶有後龐克冷烈感的首張個人專輯 化為人形 而在BB蛋首張同名專輯之後 今年BB蛋發了收入三首歌的EP練習曲第一課 該以台語演唱 風格呢更哈扣更兇 至於以Muco Muco名義活躍於海外的閃閃閃閃前主張阿鵬 他於年中展開了歐洲巡迴 另一位轉型成為更純粹的電子音樂人 Dochic的成員Sonia 如今化名成為Sonia Calico 今年初更舉辦了結合藝術科技的新能技 雖然現在並沒有在玩團了 但Sonia他就認為那個時候玩的音樂對現在影響很大 當初玩團想傳達的事情很多現在才懂 在柏林製作專輯的經驗 更讓他有了想要更獨立完成自己作品的想法 後來在New Rave的影響 就更投入在電影的世界裡面了 聽完了這些故事 最後還是要強調 上述介紹的這些樂團有著自己的脈絡 以及對於創作的詮釋 可能在風格及社群上有一些些交集 但國外的暴女浪潮不一定可以套用在他們的身上 如同高小高就說 是不是暴女或有沒有女性主義 大家其實沒有共識沒有討論過 但的確像他跟GoChic都受到那些音樂的影響 最後他特別向我們強調 台灣就是燕女 為什麼女神都長一樣 女生只要很激進的表現自己 就不會被買單 條衝這麼酷 為什麼濁水溪公社趙義豪 才是台灣的龐克之父 為什麼他們不行 影片結束前最後好奇想問大家 相較於一般以男性為主的樂團 這些女力龐特樂團有哪些不同之處呢 在聽團的時候 是否有注意到背後的性別政治問題呢 最後對於內容有什麼想法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你對我個人有什麼意見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板批評我 都沒有關係 以上就是本週的Shogun History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各位朋友 假如你們喜歡我們本週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分享給你爸爸媽媽 還有弟弟妹妹喔 而且不要忘記了 那個我們螢幕上面 右下角有個小鈴鐺 不要忘記開啟它 這樣你就可以 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See You 多次影片 我們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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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吧